今天又有小伙伴下单成功 而且这哥们儿一次性买了三个礼盒 1588 我问他学员吃药什么 他说要万代机甲 TA阿帕奇系列的变形金刚 里面都行 这个可选的幅度就比较大了呀 其次这位朋友还下单了1288 2888 哇 三个大盲盒 我得考虑考虑给他装点什么了 多动动脑子 懂吗 我们先从1288的装起 第一个 全新的库恩 这个还没拆啊 先给他打个底 你干嘛 这哥们儿说要阿帕奇的东西啊 应该是TFP的名用 他装一个粉色的2C 两个粉色 变形金刚的产品 必须给他虐几个 金交户照相机 再来一份 万代的东西 干嘛呢 盗板变形金刚 盒子有点深了 再给他塞两个盗板 兄弟 我让你知道世间的险恶 1280买一堆盗板的垃圾 哈哈 什么叫奸商 这才是真正的奸商 重新磊落了一下 1288也差不多了 什么叫奸商 怎么可能让你赚钱 因为欠280你想买什么 我占便宜等不了明年 大家可以算算 现在这里边的东西值多少钱了 无所谓 万代的东西 安排一个 好 1288 风箱 1588的盟口继续往里塞东西 嗯 你要TFP 全新的杂兵 没开封的 新出的飞杂 大将军 再给你塞一个身边上没有的绝板货 把过去 开始填充盗板变形金刚 为了占箱子的面积啊 再给他来个 5R twice 带特点 不行 1588装这点有点太寒酸了 不会骂我吧 两两两三 差也得给人放盒万代啊 还有点空间 给他塞一个绝板货 纯透明的统天上 现在都绝板了 这个差不多了 很稀有了 市面上都没有 很值钱了 而且这一箱子 要满了 TFP也有 万代的也有 到 1588 肩商又赚到了 又开始了 但是就这么发货 好像不是我幸运 钢巴斯塔安排一盒 好 1588 奉香 接着遭月 接着我 这位朋友拍的第三箱 2888块 给你们来点小小的震撼吧 我们先来 刚才给了他一个坤 现在再给他个沙 也分在两箱子里边 是不是很鸡贼 然后继续 盗版变金刚打底 一个 请天助友了 微镇天安排一个 正版的这一段 安排一个 不能总让人说 咱们总往里边装盗版 再给你往里边C两个 我特别喜欢的 招财猫的黑柱子 相当不错 魔方的声波和磁带套装 一次性 机器 我跟你说 这个磁带现在比声波都贵啊 2888块 咋也得有点好东西 是不是 你做人也不能太黑了 老Y的SV51 差不多了吧 288行了 没完了吧 你 再说了 现在VF这么贵 虽然说不是万代的吧 但也是飞机嘛 老Y社嘛 对不对 9版了 虽然他现在也在版了嘛 他不值钱了嘛 不值钱了是吧 没有万代是吧 这哥们下了三代 1288 1588 和2888 军不负我 我不负军 安排一盒浑线 万代有浑线 大家猜猜在这里边是什么 掏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安排上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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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大地的支持啊 最近搬家东西比较多也比较乱 整个翻箱倒规清理一下库存 也正好跟大家玩一波游戏赌一把 到时候我会把这些装箱视频一起上传到B站 大家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里边互动一下 觉得这个盲盒的售价到底值不值呢 那么到底2888装箱完成 这三个盲盒 一会儿包油到家 兄弟 我入行这么久 第一次看了这样带货的